电价审议会议结果出炉 确定民生电价不调涨了 包括住宅用电在1000度以下的家户 以及小商家、小工厂 还有高中以下学校 电价都不会调涨 而电价动涨的还有这些 受疫情冲击的商家也决定不涨 就怕连带影响民生物价 只不过经济部还是对高压 跟特高压产业用户开刀 电价涨幅达15% 另外住家也不是无限制动涨 若是超出用电1000度 就会调涨9% 算一算平均涨幅就有8.4% 在国际间算小的 不过立委高金素梅就质疑 即使执掌用电大户就不会对民生有所影响吗 受到国际战事冲击燃料成本大涨 高金素梅认为经济部仍没准备好能源配套措施 以至于台电亏损严重 加上近年供电屡屡出了问题 也让高金素梅痛批 电价变贵了 却还是缺电 而针对供电疑虑 经济部也在记者会中提到 针对台电强化供电稳定程度 也将纳入下次电价审议的考量条件 有些新闻 阿拉斯许佳荣 台北市立法院采访报道